星期六 一個香港小島的傳奇 我很喜歡玩Piipcic 因為天生很漂亮 兩套將會失傳的功夫 飄飾下面那個手指很有力 上面要站得很穩陣 好像一顆釘一樣釘在那裡 我的手指很強 三爺孫肩負的一個使命 一對小兄妹 以有限的童年 無盡的汗水 與時代紅樓對抗 守護著家族的兩套功夫絕學 延續小島隔百年飄飾傳統 這是我們長洲的傳統文化 如果他們不學 失傳 細小的新區 兼負著重大的使命 要保存珍貴的傳統文化 難道真的要犧牲他們愉快的童年 其實事實的真相是 你猜演戲嗎 哪有這麼辛苦的訓練 他們全靠這個飄飾之價 飄飾巡遊 在香港長洲太平清照裡 最有特色的傳統習俗 有百年歷史 看小朋友廢了手感 多有排場 當時發生溫疫 請長洲的婆莎出來遊街 但初來好像很單調 後來用了獅子麒麟 後來在外面引進了飄飾 長洲太平清照 除了飄飾巡遊之外 還有個搶包山比賽 你看看人們爬得這麼高 搶金也沒那麼賣力 就知道這些平安包多麼精貴 其實任何兩個小孩都可以演出飄飾 當然不是你和我 巧妙就是這個飄飾支架 曾師傅麻煩你說兩句 這裡有支架 這個支架是由小朋友 托著上面的小朋友的鐵架 這個鐵架是在手和腳上隱藏著的 其實牠不是站著的 其實牠是坐著在椅子上 還有椅子上也有一個按摩 而且牠的腳上也有一個很實的鐵架 在那裡扔著的 所以是非常安全的 每年農曆四月 就是長洲太平清照舉行的日子 四月初八更有飄飾巡遊 看看小朋友多開心 他們都準備好了 你們都一起來吧 Yeah 每年這段時間 香港除了長洲太平清照外 還有天候彈、鬱彈和談公彈 這三個傳統節日 你都要來香港 感受一下本土節慶的特色